各位同学好 接着我们把重力的未能的式子写出来 那我们看到最左边这里有多了一个斜坡 然后我们让一个物体从这个斜坡上滑落 滑落位移珠 这个斜坡我们没有摩擦力的 所以它是光滑 没有其他的力在做工 只有重力做工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算算重力的做工 重力做工 可以写成力乘上位移 跟位移做内积 那我们前面提到在做工的时候 那个章节我们提到说 这种情况最好是分解力还是分解位移 在斜面的情况 那最好是分解位移 所以我们就把珠位移珠 沿着重力的方向分解 那这里已经画出来了 其实就是珠cosθ 这个珠cosθ 向下的 它跟重力向下的就是平行 所以它就是我们要的跟平行的位移 那重力就是mg 而位移就是珠cosθ 结果你会发现 其实珠cosθ 就是高度啊 就是高度xh 所以其实它就可以写成mg xh 那你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是 跟θ无关 跟这个坡度竟然是没有关系 这有很深的含义哦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坡度 是30度还60度 还45度 其实只要我的h 落下的高度是一样的 那结果 获得的重力做工 都会是一样的哦 我们试着画画看 如果我们今天新增一个 别的坡度 我新增一个别的坡度 那 它滑下来以后 滑到 滑落以后应该是会滑到这边 结果滑到这边以后 它重力的做工呢 还是mgh 因为 第一cosθ 还是高度嘛 第一cosθ 还是一样是这一段啊 好我们其实 应该要这样画 这样画 好这一段的话就是d' 那d' d' cosθ 结果还是一样是h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说 刚刚的这个坡度 它的坡度比起 一开始的 不太一样了 它是 θ' 可是结果还是 它的 跟力平行方向的位移 都还是一样是h 好 所以它是跟θ无关 那它可以更 进一步的延伸 在运动的过程中 如果θ有改变 其实也没有关系 像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坡道 也没关系 因为 它跟θ根本无关 虽然你的 运动在过程中 一直改变你的θ 改变你的坡度 但因为它跟坡度无关 所以结果 重力的做工 还是一样是mgh 好 所以这个重力的做工 只跟高度差有关 与路径无关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意义在 它可以很方便的 不用管它中间 经过什么路径 只要你 确定 是只有重力做工 那你就可以算 重力给它的能量是多少 好那接着呢 我们要把它 重力未能的数学式写出来 那首先呢 我们把 最高点这边叫做yh 出发点叫yh 那最后的终点叫yl 出发点yh 终点yl 然后我们进一步 进一步的 把我们刚刚的h呢 就写成 就写成ng 然后用 比较高的这个yh 去减掉 比较低的yl 再把ng 乘开 乘进去 变成ngyh 去减掉ngyl 这样就会看起来是 两个长相 都是ngy的东西 在相减 那我们就可以认 u等于ngy 用u这个代号 来代表这 这个 长相很类似的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 如果是这个ngy 再相减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u 再相减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ngy 定义为u了 所以这时候ngy 再相减 就可以看成是u 再相减 uh-ul 可是uh-ul 它其实是用一开始的状态 去减掉后来的状态 那我们比较喜欢写成是 后来的状态 去减掉原来的状态 我们平常在写变化量的时候 总是用后来的状态 去减掉原来的状态 所以今天 在上一行 它是 粗状态去减末状态 我们就会 习惯把它写成 末状态减粗状态 那就前面要加个负号 所以结果就可以写为 负的delta u 负的delta u 所以重力的做工 可以看成是 负的delta u 而这个delta u 我们称为重力未能 因为它跟高度位置有关而已 它跟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关 只跟高度y有关 好最后呢 我们用一个表格来统整 我们把这个稍微移向一下 好这个表格呢 是讨论高度变化 以及重力做工 以及重力未能变化 之间的关系 当高度是从高到低 就像这个例子 它是一个下降的情况 那重力做工 我们的位移向下 租 还有租平行是向下 而重力也向下 那这种情况 重力是做正工 所以重力的做正工 重力做工 就会大于0 可是根据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关系呢 delta u 也就是重力未能的变化 也就是delta u 它却是 它却是小于0 所以delta u 这时候是小于0 用白话来说 它这时候就是减少 那更有 更有 具体的说 它就是这时候是释放 释放出能量了 所以它减少 那 反过来说 聪明的你一定知道 另外一边是要写什么 就是上升 上升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滑下来的相反 滑下来的相反 如果 是重力做工的话 那就是 向上的 租平行 然后 重力是向下 所以这时候重力是做什么工呢 做 副工 重力是做副工 那根据我们刚刚推出的式子 这时候重力未能的变化 delta u 就会大于0 那白话来说 它这时候就是储存 储存 好 那所以其实重力做工跟重力未能的变化 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用两个不同的观点去看它 好 所以呢 那重力做工跟重力未能的变化 重力做工跟重力未能的变化 其实就只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观点 同一现象的两种观点 好 那就这里我们就先到这边 重点就是重力的做工 是跟高度差有关而已 跟路径是没有关的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有一个u 这个u只跟高度有关 叫做重力未能 那么用重力未能的变化 来描述重力的做工 这是用另外一种观点 来看重力的做工 是有关系的做工 对 顾 ؟ -